我是社区里的小警察 不太高不太帅气 一只一般华 走街串巷 耐心调节 淋漓伴随 公婆吵架 大爷大妈都愿意找我 说说大心话 心里话 忙来忙去都是老百姓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 有人说我是太阳 但是我怕阴霾遮挡 其实我也相望太阳 用光芒照亮四方 有人说我是星光 可是我怕不够明亮 其实我也相望星光 可以引领游子归航 可我只是阴光 在夜空中闪耀一点光芒 在夜空中闪耀一点光芒 附老板 附老板 麻烦你的事啊 可不可以帮我了解一下 徐政经现在在做什么生意呢 不急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徐政经而已 好嘞 再见 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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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嘞 好嘞 我 我 你 我我对不起 我跑了一天一口水没空过 特别吸引我 你想喝什么 渴了 康警官 对不起 我们响应号召节约能源 现在的水资源是非常缺乏 徐老板提醒我了 我还没有到脱水的地步 我就开始要水喝 不行不行 还有你啊 喝什么可乐你太奢侈了 别看我 还有你 干什么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叫我向您女儿的电话号 这点小事情 需要你们亲自跑来吗 那个大老板 我们小警察跑跑腿嘛 没什么问题的 无所谓 对吧 顺便我想问一下 劫持的那一天 为什么你的态度那么强硬啊 你不怕那把刀 插进你女儿的身体吗 那是个草包 他不可能做那种事情 你有了解盛志强吗 我从小看着他长大 他从小就呆呆傻傻的 做事糊里糊涂的 明白了 您这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你从小看盛志强长大 他绝神屁股拉伸 甚至你清清楚楚 你认为他的性格 是循规道具 所以你不相信他 能拿刀劫持你的女儿 可他却劫持了 会不会有让人怂恿他的呀 也许事情会发生变化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太有可能发生变化 您之间的烽火所工作 结果现在 翻天覆地地变化 那盛所长跟您的关系 一定很好吧 还好吧 杨警官 我还约了人谈事情 明白了 不打扰了 那拜托您把您女儿的电话号码 给我们一下 调查个情况 喂 杨警官 我现在不在家 我在三亚散心呢 这是应该的 应该去散散心 三亚怎么样 风光是不是特别好 挺好的 又有椰林 又有沙滩 还吹着海风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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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区预报说了 说这个 有一股超强台风袭击三亚 你还敢在沙滩上待着 我 徐小姐 你在家呢 我知道 因为案子还没有结 你是当事人 你作为当事人的话 刑警队一定会通知你 不允许你离开 对吧 还有 你受到了惊吓 还跟我这么健谈 那不如我们当面聊一聊 你看呢 我现在身体不好 不适合天人 是谁说你不适合 医生说的 徐小姐 我和你谈 是对你和对盛志强负责 你配合我 是对你自己的感情 你说呢 漂亮 挂了 医生的电话 gressive trze 看我画当放屁了 是 今天是个美大日子 盖下星星送给你 二 我们在ども 哈 快点 打杜 我ああ 好 谢谢 大家要冷静 不要站立 不要冲动 好吧 警察同志 为什么不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呀 这事我们会处理 你 什么情况 这些家伙一看就是早已门号好了 没找着歇息是吗 那个警察同志 我要报警 你要报什么警 他们要是继续打扰我妻子休息 民警不制止 使我的妻子在工作上出现了失误 造成了经济损失 给我的家庭造成了困难 我就要告你们 告我们什么 告民警助长居民 是吧 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破坏我的家庭安宁 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事还真大了 王队 是 前一路五经历发生道歉 江南 你跟着手人 我去一趟安防现场 甭跟着废话 如果他们敢把事儿唠叨的话 全都给我带起来 不按他们几天 杀死他们气 是 刘总之安是吧 不是 你是谁呀 我告诉你啊 我刚才就想问你 一直在这儿搭话 看仔细了 醒醒 刘从山 你往居民深圣和罗斯汤 有被社会道德 破坏公共秩序 说心里话 我不能把你这么找 但是如果你敢带着这帮人 闹事的话 这事就跟我有关系了 别给自己找麻烦 也别给我找麻烦 听见没有 你说你们这天天哪 天天都上门 白白浪费国家的资源 你也法办不了我呀你 你看这鼓鼓的 被一帮打手 大家都害怕了 来 帮我把这些人的啊 名字 门牌号都给我记下来了 我得挨家挨户地去道歉呀 你这又是危险 警察同志 我是要去给大伙道歉 这个不犯法 不犯法 这么好的态度怎么能说违法呢 不违法吗 不是啊 达都在 姜哥 真不好意思啊 都惊动你们刑警了 我来处理就行了 辛苦 辛苦 再见 先回吧你们 我来处理 走吧 也回去吧 大伙 来 阿姨妹也回 多多点事 不就跳个舞吗 我来解决 我来 怎么着 杨仙过去了是吧 那就交给他吧 你好 刘哥 你们想要什么来着 我听见了 你们想要他们的门牌号 还有姓名 没这个必要了 想要的话 我警务室里面有整个社区 所有人的详细资料 如果你是好人好事 我提供给你啊 我开玩笑了 别 都说要道歉了 怎么能开玩笑的 男人 铁纸巾不还 说话要算数 还有啊 我顺便问一遍 刘哥 老婆睡觉的时候 关不关灯啊 怎么不关啊 那好 那我们就来谈一下正题 我了解了一下 社会上确实是对 小区跳广场舞啊 有争议 所以我对咱们这个社区内 跳广场舞的时间段 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不可以占用任何的正当的 休息时间 这个你知道 我老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有责任去核查一下 刘嫂是不是在跳广场舞的时候 睡觉呢 你去我们家 看我老婆睡觉 什么意思 刘哥 我不是这意思啊 你可千万别误解 这是她自己说的 我不是这个 我怎么可能呢 那你怎么知道 我老婆是睡觉了 还是没睡觉 我有我很特殊的方法 我没说完话呢 我懒得跟你磨嘴皮的 知道吗 你今天要走也跟我说一声 你要是再碰我 我就上反了 我好怕 你们各位 不去暖暖房去 今天出这事 改天再来吧 兄弟们 走 我再来 祝我 我是 那些是 今天 行 我 我 也够了 我 她就好像一首歌一样 我爱你 是我们你青年还唱什么 我妹妹 你好 听说你出来 本来我挺惊喜的 我想让你在第一时间知道 最牵挂你的人是我 是是是 结果我等来了什么呢 最牵挂的人是她 你说我悲不悲剧啊 不行 这样你先继续悲剧一下 我有事 我会让你更悲剧的 你知道吗 别闹了 张言在你微博上留言了 真的 当然了 说什么 我说你了 夸她了啊 她夸你 她说你啊 是好人 真假的 渣 我上那边等你啊 你跟这儿 好人渣 当然了 好人渣 她怎么能这样批评 人民的情务员呢 对啊 我约她 我好好批评批她 再约一次 我 我亲自约 还让你找着借口了是吧 不是 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落在别人的手里 我不放心 怎么要叫一个警察 好好地保管一下 这才对吧 我跟你说啊 怎么了 她在你妈面前 把你说得一文不值 行 没问题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了好吗 你没看见我真的有事 跟你说啊 不学张言 根本就不是你的菜 你又不娶她 你等着 新婚快乐啊 喂 杨卉 什么事 喂 赵姐 你赶紧把张言电话给我 赶紧的 我跟你说啊 为了你儿子的终身大事 我决定奋斗终身 不行 我找杨卿去 他跟督察在一起 你找他做什么 正好 让更多人了解 社区警务工作的重要性 我要你心细 你先琢磨琢磨 查找纵火闲人的方案 好 张言 你可真够淡定的呀你 结果都出来了 不淡定也有什么办法呢 张言 你去找找马局呗 我要是会攀交情的话 就不会被分流了 来 喂 你好 哪位呀 你哥哥无罪吃饭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像他这种人 我怎么可能认识 别动了 张地有事 有什么事 能不能咱俩回去以后再说 就在这儿说 我告诉你 及时了解民情 街道警讯第一时间处理 是不是你的职责 是 今天这事 可不可以避免呢 周所要说这事 真心避免不了 如果他的心结一日不解 我就算昨天晚上 一直蹲在这儿 到今天我还是吃一个闭门缸 懂吗 解决不了 你少给我找理由 什么叫理由啊 掌握情况 提前预防 最起码的可以不用心血出警吧 浪费人力警力 各单位预算那都是有额度的 这账你得算 是 这种纠纷 如果每次都动用 这么多的警力物理的话 如果没有恶性事件发生了 这些钱是不是白花了 准备这个事 我懂 好了吗 回去再说 你不懂 激情犯罪不计后果 就是给你报个血而已 你哥哥是谁啊 他叫什么名字 你不配知道 我跟你说啊 你不许再勾引杨仙 他给你打电话 你不许接 杨仙 你哥哥是杨仙啊 对 我告诉你 一个女人经受不住一点点考验 别说跟警察结婚了 你就是跟警犬结婚 你都不配 我根本就没看上警察 再说了 我现在的工作 也不需要别人帮忙了 有事找警察 没事找警察 那是神经病 你找我老妈说没 你才病呢 这阿姨是你老妈呀 你妈的谎言 你妈的 你说话能不能把嘴巴放干净一点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妈妈她在说谎骗我 她耽误了我的青春 我的工作 说严重一点 她耽误了我的生命 你知道吗 算了 我懒得跟你们一家人生气 你们一家子的非上六加七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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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 你为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非上六加七 什么叫非上六加七啊 听不懂啊 你好好想想啊 实在不明白你就去医院看一下你们家DNA 你们家才非上十三点呢 调查解释之后 写一份检讨给我 对 别闹 口头检查就完了 给点面子 口头 当然 小子 我要让你对社区警察的责任还有荣誉 有更深刻的认识 方先生 真是 其实啊 我知道周所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给我们听的呀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心里知道 我太清楚了 好 站在督察的角度 维护警察的荣誉 还你清白 也是我们的责任 好感动 真的 谢谢 我看见他们了 走走走往前走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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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扶好了 刘哥 咱俩聊两句好不好 咱俩聊两句 刘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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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带着孩子呢 慢点 小心一点 别追 骑着车呢 来 走 喂 严警官 喂 小五子 刘东山带着儿子 骑着摩托车出去吃饭了 你把这周围所有的饭馆 给我查一下他在哪儿吃饭呢 好的 只能吃面了啊 咱们中午 只能吃面了啊 咱们中午 为什么到我们这儿只能吃面了 我要攒钱啊 要结婚啊 我还要娶老婆 这事发生了以后 派出所先进没了 奖金没了 哎 还没到下班时间呢 他们跟我聊过了 今天不用打口气 哎 聊两句嘛 聊什么呀 我现在是福利厂的人 福利厂呢 是企业 多一个人多一份支出 他们安置不下你 什么意思啊 民政局要炒我鱿鱼啊 那这性质可就变了 不是内部消化 我可以告你们违反劳动法 你分配的去向 是南河下街道办 任民政科科长 张科长 真的假的 你看我像在骗你吗 是你帮我跑的门路吗 我可不敢帮你跑路子 我呢因为人员分流 就去征求导师的意见 我认为做人活得要有尊严 要自己去征 我说得对吧 马天 我明白你二老的意思了 我心里也有个底 对不起 老师 我在询问他意见的时候呢 我就接到南河下 曹世纪的电话 他跟我说他点名要你 点名要我 我有那么有名吗 我觉得吧 可能是老师其他学生呢 做得顺势人情 他教我过去呢 主要还是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夸我来着吧 稍微夸了一点点 夸我还是挺有难度的 我想听一听你是怎么夸我的 我呢就说你家传如风 温文尔雅 特别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特别呢还适合做群众的工作 能跟居民呢都打成一片 你这是夸我吗 你这不是害我的吗 我是那种勤快的人吗 好好努力啊 加油 爸 我还没睡 别动 干吗 早一起 早晚坐一起 我没打一眼 我胆胆吗 你胆胆啊 你胆胆 你看你胖子呀 你这是干什么 快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来 首先啊 我这一身才气 没有灰气 放心啊 其次 这是怎么 妈妈 我一视清白呀 真的就全毁了 弄得好像我真的做错了似的 这这这真的妈 丢不丢人哪 正常的核查 正常的核查 你当时进监狱呢 蒋佳 说清楚了吗 那就是特别普通的核查而已 没了 还剩下点经济问题 对吧 明天杜沙长职业到警务室查账 查呗很正常嘛 你回来呢 是不是社区里出什么问题了 各警区警察人手一份 保密啊 要求在枪会之前找到这个人 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 社会影响 经济损失会非常大 这事我跟你说啊 你说你明察吧容易泄密 暗访呢 就算将来任务完成了 社区百姓知道了 你去每家每户的目的是这个 恐怕会影响 将来对你的信任程度啊 没错 刘崇珊 吓我一跳 他怎么了 如果他可以挨家挨户地去道歉 这是不是也很好的理由啊 我陪着 陪他去挨家挨户地道歉 顺便看一下每家每户 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这不可能的事 他一直躲着你 能配合你这工作吗 先消除他跟我之间的隔阂 然后我再帮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不就完了吗 破嘴又成了事了是吧 怎么叫破嘴 你又懒事是吧 我懒了怎么了 累死你一天天的 我就累了 谁让你不让我当局长呢 我还没当上局长呢 谁让你不培养我当所长 检讨呢 什么检讨 你对你的本职工作 还有名誉的认知程度 我看看 对不起 怎么了 刚刚我态度不好 你饶了我吧 暂时保密 这白布买回来了吗 她生气睡着了 明天老妈把她白布 行她睡觉了 我还有工作 明天还要找床船 找库忙的吗 我都说了全是才气 别闹了妈 你真 那那那你赶紧洗个热洗澡啊 衣服全都得换了啊 换完了孩儿去 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激情 曾与我同行 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 和灰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她勇气 哦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 哦 清朝南我陷阱 你最漂亮的意义 我老觉得对我清 Mate 你越来越来越来越好 你越来越来越好 所以我对你越来越来越了 你越来越来越了 和一越岸外 没外啊 好 这个好 高端大气上档次 就定他了 老爸 你说呢 就凭这长相 要是在美国 早成了好莱坞的大明星了 能嫁给一个 一道杠的小警察吗 是啊 我这光顾这一厢情愿了 这谈恋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清清和我我 对吧 我说赵姐啊 这挑对象啊 也得量力而行 你得实际 挑就得挑最好的嘛 这婚姻恋爱 就没有道理搁奖 癞蛤蟆吃上天鹅肉 新日花擦在牛粪上的事情 常有发生 那潘吉莲他就嫁给五大郎了 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您儿子既不是五大郎 也不是牛粪 他找潘吉莲干什么 我就是举个铁证 这感情这个东西啊 它就是乱七八糟 它不好解释 不能用条条框框去套 用框框就把自己套成自卑了 这一自卑 就放弃掉了 虾帽碰上死耗子的好鸡 你的婚姻失败啊 就是因为你和你爸 把恋爱婚姻当成家常编饭吃 现在怎么样 你老公就是向往海鲜了吧 花花 花花 我撤了 我撤不住去 我说你这是说了些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我说的不对吗 错我就对你啊 他年轻不懂事 当次徐子民回要嫁 你不从常理出发 你纵容他往乡下人里嫁 你这叫骑士 严重点说 你就是势力 花花 花花 那乡下人他见过花花世界吗 他见过灯红酒绿吗 这见着就碰上去了 没趣多了 然后这些扶贫基金的 就是这个 这两本 是物业的收支掌本 然后这些 是那些 是黄泉的拍卖的旧本了 但是呢 我觉得没什么用处了 三年前已经移交给区委会了 没事 您都看吧 你忙吧 我看一看 行 还有啊 我的电脑 您随便看 里面更详细地记录的 所有的明细 非常透明 没有隐私 随便看 那我走了 再见 再见 这儿 庿 dece 对 啊 scroll me 怎么没开门啊 那个人哪 但人呀 三天打can 两天晒网 要是他和江八勾的上啊 我们这里呀 就没有清静日子了 行 我知道 有事來電話給我 好 再見啊 來 山子 這位楊警官 撒了一封信經了 寫下來了 來 劉大哥你好 你家客廳 關燈時間是九點四十七分 臥室關燈時間是十點三十三分 東方家園社區民警 不是這有什麼呀 昨天晚上特殊原因唄 可我每天輔導雷龍做的月 九點半結束 生日生日十點半睡覺 你也不能天天說是特殊情況吧 走 急性子 還能不能好好說話嗎 急老師 楊仙針對九個經濟問題寫了說明 裡面涉及到了你和薛師傅 把你請過來呢 想何時何時 有人指出 如果楊仙不想大老一筆的話 就沒有必要去搞社區扶貧基金 募進來的錢 有驗過八毛的現象 還驗過八毛 我們社區特匯戶就有幾十個 每年的扶貧款都不夠用 去年就差了三千九百多塊 是一個老闆送給楊警官七十四代麵粉 才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確實是楊仙金手賣的嗎 那天我在場 他登個三輪車到農貿市場 找人代銷 運了好幾趟 農貿市場那些攤販們還就認他 每袋麵粉給加了兩塊錢收購了 多出來一百四十八塊錢 他也捐了 領導導任 這個也能算是全錢交易呀 好 你說劉重山啊 他每天送兒子回來 然後放好車才去報看停 那就是我在這兒等他唄 他肯定過來 對每天都是 行我在這兒等他 那好 你幫我看會兒車 我正好就倒杯水 沒問題 好 您去 好 你坐著 你坐著 這誰啊 您好 哪位 我是劉重山的妻子 她往下潑羅蘇殼啊 是因為看見我和別人一起跳舞 她吃醋了 所以才潑的 編喜一嫂的 咱們慢慢說 深入一場 她 錢都沒有問題 還都是好事 你說檢舉信 會不會給楊謙自己寫的 這個 不太可能吧 警官大學畢業 工作了九年 同學她升了職 她還是社區警察 有沒有活思想呢 但是 四年前的三千塊錢 沒上這個現金車 你好 您生氣 那車都不拍 你跟我姐姐摸 他幾個現金的肉的 我的車邊也還借走了 別忘了 那趙姐不是她意識之快 跟你嘴上贏了 但是心裡頭人家 疼著呢抓黃著呢 你幹什麼呀 低三下四的 連備份都降了 我跟你說 你不用心痛啊 我根本就沒在意 我就曉得你大量 以後我把目的要更加親熱 你以後就幫我喊趙姐好了 喊什麼都無所謂 反正也不是親孝的 比親了還要親嗎 等你剛剛一成婚 我就立刻成敗李寶如 好嗎 說什麼 說什麼 你不要激鬥 為了我女兒 我什麼都敢做的 我跟你說啊 我的事你別管 不然我馬上搬回親媽家去 說他為什麼那麼白眼狼啊 我都養了二十五六年了 他他為什麼對我這樣 許清月為了才三年的奶 那為了也不是純淨奶啊 那後兩年 為了還是三陸奶粉 你讓他回去住兩天怎麼了 你打掛上散了呀 他是回到瞿瞿眼那兒 那我不就輸了嗎 他又不是不回來呢 那萬一呢 花花的歸屬問題上 我一定不能讓步 李寶如的時候 都可以暫時不管 好嘞 就這樣 愛怎麼查怎麼查 掛了拜拜 你這個鼻子還真夠鈴的 我剛到這兒你就來了 怎麼著 過來聽我講故事來啊 不是 劉哥 我是來跟你談點正事的 真的 你請坐 你坐下咱俩說 你怎麼一點眼力勁都沒有 我沒看見我的幹活了 願意坐你坐下 好 我也站著說 你看啊 你看你這個暴婷子 一天掙多少錢 一個月掙多少錢 其實我心裡有數 我算過 再加上你經常打羊不開門 收入就更少了吧應該 我打不打羊跟你有關係嗎 不是我出去三千行嗎 不我的意思是 你的性格呢很適合做生意 當然是 賣報紙雜事也叫生意 我的意思是大生意 你可以換一個行業做得更大一點 這是我的意思 你這沒事跑這兒來 笑話我來了是嗎 我呀這麼多年 從工作當中也認識了不少的人 比如說工商稅務 工廠公司 市長書記 我都很熟的 你想做什麼 我都很 你好 周婶 你 謝謝謝謝謝謝 還衣服好別嫌棄啊 謝謝謝謝 我們馬上來 現在給你送的溫達 再見啊 有事打電話 從市長到市民對我都很好 事實勝於雄辯 沒說假話吧 你喝一口 溫暖 好好好我喝我喝 阿叔 慌慌張張張的 什麼事兒 慢慢說 我找到阿允了 他在哪兒 楊正江家裡 哪個楊正江啊 行了 你啊 你啊 也甭跟我再這麼多廢話了 真的 你說了這麼半天 無非是讓我 別潑你螺絲湯了 對嗎 但是我告訴你啊 這個不可能 只要還有人打擾我妻子休息 這個湯 我還得潑 生活呀 不容易呀 人與人之間 不應該是這樣的關係 大家應該都快樂 都高興 這個世界才能和睦啊 對不對 我幫你送送賬好不好 你說說 你是不是從來不虧欠你的朋友 那是必須的 我劉松山做人一直這麼做 當然了 你肯定不會虧欠你的朋友呢 要不然你的朋友 也不願意跟你做朋友了 你正因為不虧欠朋友 你潑螺絲湯的時候 為了防止一些漏洞啊 包括送嫂子順利地出門啊 你是不是得請一些幫手啊 幫你來助朕解圍 是這意思吧 他們得齊心合力地 把嫂子給送出門吧 對吧 那這種齊心合力的精神 你需不需要請客吃飯 這個成本是不是很高啊 你說楊憲啊 一看你就沒什麼生活 你說 跟朋友們是吧 吃吃飯喝喝酒聊聊天 這多愧啊 特別好 特別好 特別對 光我我也這麼做 可是你跟報庭 收入是多少 正因為你的報庭收入很少 所以你經常出門在外 去尋找別的掙錢的機會 沒錯吧 靠媳婦兒 掙的那點工資 天天請個吃飯 你請得起嗎 請不起 你在這邊租的房子 剛租過了沒兩天 和街坊鄰居搞那麼僵 人際關係也破壞了 你看 這賬就來了 經濟經濟上你不划算 人情事故上 你連做人的味道都沒有了 大哥 那警察還沒走呢 注意那個劉春山 發財的事先別跟他講啊 這是大哥 大哥 貨出手了 貨款到了 刑警隊這幫寵戶啊 想查我啊 我還那麼知道 小丁啊 借下爽爽氣 希望你找個本妹 真的啊大哥 經濟經濟上你什麼都沒有 名譽名譽也完了 教育也即將完蛋 人家小劉陽六歲 偏偏上學下學 會不會有很多居民 在你不在的時候 指著你兒子背後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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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這就是那誰誰誰誰誰誰的兒子 人家憑什麼承受這些 憑什麼 你告訴我 好 他還有自己的小朋友吧 在在院子裡 人家小朋友在一塊兒玩的時候 會不會也是因為你 破螺子湯這件事情 有人報復他怎麼辦 有人報復他怎麼辦 成績無路 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否知道 曾与我同行的身影 如今在哪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否在意 是等太阳升起 还是意外先来临 我宁愿所有痛苦 都留在心里 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遇远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 哦 请照亮我前行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 和灰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哦 遇远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遥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